2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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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子雞 就是像現在這樣狀況 最累應該還是凡子雞 就是 特別是有那種哺乳動物 要餵奶 那時候可能要留到另外 然後有些很小的 甚至可能要餵到12點 很累 他寫點素質也超漂亮的 對啊太驚人了 難怪可以撐多段腳 探索 他要靠舌頭去探索味道 我們這次要放在姿勢母的 我們主要是想要證實說 即使節肢的穿山甲 他仍然是有能力好好的 繁衍下一代 他在中間 我已經嘗試駕相機 嘗試了5次都失敗 太會跑了 我們只是傻子在那邊 走在山林裡面而已 一群傻子 對 這麼多遍了啊 還不放心 但是不太能動 應該是被撞到 應該是被撞到 因為是在路邊 他現在站不起來 然後他腳也不會動 而且他後續 預後可能會很差 他就是沒辦法 應該後續也會沒辦法站 然後他飛行的時候 他不會預 可能也沒辦法動 我覺得不行 那就把它按掉 Sorry啦 走了 我如果他現在留著 只是狗言殘喘 跟痛苦的話 那解除他們的痛苦 是我們守衛師的職責 我們沒有人 讀了5年 讀那麼多年的書 就是為了當筷子手 不是 我們需要的是 動物好好的 而好好的 不是只是活著 而是他整個品質 生活品質是好的 野生動物是 是所有人的事情 如果他們沒有了 那我們住在這裡 真的太寂寞了